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自然主义的编辑谢盈云 我今天要介绍的书是《无言理论》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本书呢 作者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作者是一位日本的米其林厨师 他以他多年的料理经验来撰写本书 并且也把自己的餐厅转型为无言料理餐厅 在书中作者常常会邀请客人一同品尝食物的鲜味 并且让客人了解到说无言的料理也可以很好吃 台湾人饮食的现况 有的人习惯早上吃个面包或吐司 中午吃一个便当 又晚上又再度吃一下外食 而这一整天基本都不会吃到没有加工过的食物 而其中的盐分和糖分更是超出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负担的程度 现在一般人的运动量远远不如以前 现在通常就是上下通勤时间稍微走一下路 或者是周末去爬个山运动一下 运动量远远小于以前人们做农做工的运动量 那我们仍然摄取和他们一样的盐分 这就是一个问题 大家其实都不知道不管是吃什么 大家其实都知道说不管吃什么东西 吃太多对身体都不好 但其实盐巴也是有同样的道理 如果没有经过大量的排汗运动 盐分就会一直累积在身体里面 盐分一直累积在身体里面就会造成要牺牲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连小孩子都开始牺牲 我们都会觉得那是不是大人老人以后在牺牲 但其实不是 就是连小孩子都开始牺牲了 那就会有人觉得说那无盐的料理就不好吃啊 没有味道没有灵魂 但其实并不是 因为除了我们常常知道的酸甜苦咸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味道叫做鲜味 这就是食材尚未加工时那个最原始的样貌 初中以番茄为例 当你把番茄和洋葱一起熬煮 并且不要加盐巴 然后再慢慢的品尝 你就可以尝出洋葱那鲜甜的味道 那是因为番茄本身是可以能引出其他食物 他们最原始味道的那种食材 就像是说小baby喝的是母乳 新妈妈的奶是母乳 那种就是妈妈的味道 那在书中作者也强调说 吃自己家里煮的家乡的味道 或者是妈妈的味道的食物 才会对身体有好处 因为那是你从小到大了 你的身体可以啊 毫无借地的接受它 另外作者在书中有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观念 作者把家里煮的 拥有家乡味道的 或者是妈妈煮的 称之为沉浸性 沉浸性的食物 当你被吃到肚子里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食物很温和 有安心感有安全感 然后以汤汁为例 当汤汁通过食道慢慢进到胃里的时候 就能真正感受到汤品的滋味 然后进而发出幸福的感慨 而所谓的毒品系则是我们所熟知的垃圾食物 像说汉堡啦 炸物 精致蛋糕 泡面等 这类食物一入口大脑就会传来好好吃的讯息 我想要再吃 我想要继续品尝 然后随着来就是兴奋 还有欲罢不能的心情 但是毒品系和沉浸性性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毒品系是大脑说好吃 沉浸性是你的心灵你的胃在说好吃 那这边介绍一下适合小朋友的饮食方案 书中有提到七个 这边以三个为例 小朋友多半都喜欢吃肉食 就是大鱼大肉 只要吃肉都好 只要吃青菜都不好 作者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去强迫小孩子去吃青菜 吃饭应该是一件很放松事情 而不是逼迫的 如果小孩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吃饭的乐趣 那吃饭就是一个碳水化合物的事情 很无聊的 所以第一个方案是不要去强迫他吃 第二个方案是营造吃饭的气氛 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配饭 那小朋友也会学着有样学样 那长久长此以往 吃饭就是一件必要的过程 有时候还觉得说好浪费时间 为什么我们要吃饭 第三个方案就是一起动手做 像说包水饺啊搓汤圆啊做烤饼干啊 这些能让小孩子从中感受到乐趣的 都是不错的方案 最后一个要介绍一个简单烹调的小撇步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作者提议说青菜如何烫什么食物搭配在一起才能产生所谓的鲜味 那一般水煮青菜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煮的 我的话我是拿一个锅子然后装水等水滚以后再撒盐然后再把青菜丢进去 但作者教大家一个新的方法以花椰菜为例 花椰菜我们都喜欢吃那种翠绿翠绿的绿色的 可是如果煮久了它就变黄就不好吃 那作者是建议说把花椰菜的皮或筋切成适当大小 然后和水一起加入锅内 然后不要加盐 接着用小火慢慢的去熬煮它 等它有慢慢的有飘出热气的温度以后再把花椰菜加入 然后用小火水煮慢慢的煮个20到25分钟 这样子花椰菜会保有其绿色的颜色 但是也不会阻烂而且还是很好吃 那这本书我们也邀请到了肾脏科名张首山医师 功能神经学专家李真佳 金牌石神主厨阿张师和居家长照营养师的陈彦甫 营养师来为本书做推荐 那如果有兴趣的欢迎到博客来购买 谢谢